当代武术已经经历了显著的演变 自建国以来 传统武术主要分化为套路和散打两大项目 除此之外 还有一些不太为人所熟知的小型项目 武术套路 即目前公众最为熟知的形式 常常被认为是充满花哨动作的表演 必须说明 这并非我的偏见 即便是专攻武术套路的学生和教师 也如此评价 因此 许多外国运动员在接触武术套路后 往往将其视为中国的器械艺术体操 散打则是从传统武术中衍生出来的 旨在适应现代搏击比赛的需求 相信大家平时也看过散打比赛 其实战性相当强 与泰拳 拳击等现代常见的竞技搏击项目相比 散打仍具有一定的优势 这些优势实际上源自中国传统武术 比如散打中的摔法 近身搏斗时的发力攻击技巧 以及过去规则中的扫腿等 都是非常实用的技术 因此 许多散打运动员在转向综合格斗时 能够顺利过渡 我笑一位武术教师 在专门研究传统武术的过程中 在日本交流时发现 日本的一些搏击项目 已经融入了许多中国传统武术的元素 并将其发扬光大 散打因其强大的实战能力 被一些人认为 已不再属于中国武术的范畴 认为它已经偏离了武术的本质 但实际上 中国的第一批散打运动员 正是练习传统武术套路的高手 他们对武术套路 有着深刻的理解和高超的记忆